我希望对方可以在生活中 经常去感谢别人 有一颗感恩的心 善严谨 男嘉宾你好 您说的是在任何情况下 因为我跟我妈妈就是 还包括我的家人 不论干什么 基本上我们都说谢谢 然后我们身边的人 或者同学到我们家来玩 说是你亲妈妈 怎么跟你妈那么客气 我们家的环境模式就是这样子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种 我想讲的就是生活中的小细节 比如说在下雨的时候 有人帮我撑发伞 其实在感谢别人的过程中 是一种心理暗示 我们在不断感谢对方的时候 比如说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谢谢你一直一直来 对我一直这么好 你会发现你身边这些朋友好 亲人也好 以后会一如既往地对你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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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谢谢你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馨 有爱的家庭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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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俩再互相谢一会儿吧 是生活中的仪式感吗 对的 对的 所以说我也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她是言起来了吗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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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